其实我一直在中国的传统金融行业工作 我原来在万事达 在这之前我在麦肯锡和贝恩做管理咨询 所以通过跟他们的服务 我一直非常了解 在中国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零售金融 零售银行业务 尤其是以支付为代表的业务 在过去十年里面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巨大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里面 科技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以及在未来所会带来的一系列的重要的机遇和相应的挑战 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一些机遇和挑战 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怎么去面对科技 怎么样把它更好的利用起来 那我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考虑这一些问题的 我们总是说从客户开始考虑 我们的客户很多是零售银行零售金融 这中间举一个例子 以信用卡来说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信用卡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而如果在跟全世界比较起来 大家可以都不会奇怪 中国已经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 借记卡和信用卡的市场 最关键的是在于 这个里面我们的量级 甚至是在排名第二的美国 在一定程度是三倍于借记卡 而在信用卡已经远远超过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其实最关键的是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产生了量的变化 但是在这中间 它本身的内置也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中间以渠道为例子 大家可能感受到 也就原来我们的我们的零售金融 它的货客渠道 从最早的以银行的支行 和直销团队为主 在过去的三到五年里面 尤其是过去的二十四个月 非常快速的向线上 货客渠道去转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里面的比例 在整个平均水平上 其实已经基本上占到了百分之五十 某一些银行 大家可能知道 有一些互联网的民营银行 几乎定位的时候 就是我是完全的货客渠道 那这个代表着什么 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一系列的发展 对于银行未来的业务的机遇 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个也就是说 从交易类型导向 往未来的信贷类型导向去变化 第二类就是从简单的客户渗透 开始向精准的客户定位变化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到底你要打的目标客群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 从我们的新货客以及新卡 向现有客户的价值挖掘去转换 第四个就是从营销的角度来 传统我们更多的是依赖于人力的营销 大家可能听到在到工作场所一节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往数字化营销去转换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营销 所谓广泛营销我们叫 mass marketing 从这个 mass marketing 越来越多的 往这个精准营销去转换 那在这个中间我们还看到 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不仅是卡的业务 而且是这上面所带来的消费信贷业务的增长 在过去的24个月里面是发生了非常快速的增长 这反映了也是中国整体市场的一个潜在的很大的需求 那这自然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 在这有很多银行的同事 最明显的一个两大内 一内是欺诈风险 第二内就是信用风险 欺诈风险这中间最代表大家不奇怪 有虚假材料的问题 有尾帽申请的问题 有内部欺诈的问题 还有一系列就是包括我们讲到的真信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防范这些风险 传统的我们的银行业务 都是有一系列的流程以及控制工具的 但是当这一些流程和控制工具 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进行调整了 比如说你外部真信数据的不足 比如说互联网它的黑客行为如何判断 这就给我们的银行业务 零售金融业务的发展 带来出了新的挑战 那这里就是我们想要说 科技怎么样可以帮到我们的金融行业 去突破这一些挑战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的公司叫BioCatch 它在这个里面就是通过 它收集一系列的关于每一个个人 它的很多的生物特征来判断 它是不是 就是我们证明我是不是我 它是不是他 从而有效的确认就是它的真实身份的问题 这里面其中一个例子 比如说它通过一个人 它再去看设备上 我iPad上面的时候 它的这个scratch的这个pattern 就可以判断出来A是不是A B是不是B 这里一个很简单的 大家可能在您知道有个中国有个KYC的问题 原来传统我们解决KYC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到银行到黄点来做身份认证对吗 但随着一系列的这一些生物特征技术的广泛使用 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的减少银行的效率 同时也提高客户体验 尤其是对于现在的90一族 未来我们看到的00一族 他们怎么样去看待银行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讲到的下一个 也就是我们讲到多维度数据对数据的运用 在这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大家如果看左边 当你有很多的数据 但是如果你不把它们关联起来 不把他们的特征有效的体现出来的话 它其实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而要形成这一些数据的关联 一定程度上是不仅要数据本身 还需要收集一系列的关联数据 对于我们来说 比如说IP之间的关联性 比如说设备指纹 比如说这后面 它的一系列的社交的数据 这一些东西 第二个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模型的建立 传统我们建立的很多是 专家的经验导向的模型 那我们在互联网时代 会帮助银行包出保险公司 还有我们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去推动的就是在于 怎么样以底层的数据 推动来优化模型 这其实说到底 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可能知道 alpha-go就是同样的原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带进 包括一系列的复杂神经网络 包括一系列的这个机器学习 所能给我们带来的价值 那么这个里面有效的 就可以帮助我们 从传统的信用风控 以选择它以抵押为主 以资产为主 以它原有的银行记录为主的 这么一个风控的导向 往信用 而且是它的还款能力 还款意愿的这么一个方向 去转换 这也是另一个例子 我们就是可以怎么样去应用这个数据 来带动科技的发展 典型的大家可能听到过 Capital One 另外一个就是 最近比较新的例子 大家听到就是Zest Finance 其实在这一些东西 大家可能听到都是美国 或者其他少名字 在中国 也有很多 都是从事这样的工作 我们也就同顿 希望在这方面 可以和大家一起 更广泛的合作 而且事实上 我们也在这方面 从数据层面有了很大的积累和基础 那这我们前面讲到 数据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数据 我们传统的银行或金融里面 可能更多的讲到的是资产抵押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会更多的去看的 是尤其对于互联网上面的客户 他所代表的一系列的行为 更多的是积累于他的行为数据 这些行为数据 包括他如何去使用他的手机 如何使用所有的移动支付设备 移动设备 包括甚至可能有一些 就比如Apple Watch 包括他一系列的这个 在社交上面的一系列的 这一些行为数据 当你把所有的这些整合在一起后 你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客户画像 但是有了客户画像还不够 那下一步就是在于 怎么把这一些多维度的数据 整合在一起 通过模型把他们充分的运用到 要解决我们问题的一系列维度方面 那么这就是下一步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机器 通过这些来帮助大家解决的 这个中间就是最关键 说到数据 一个是量的问题 一个是维度的问题 这一个很多银行也就知道 那早上我们也谈到一个 就是大家怎么做这个数据的共享 在这个里面数据的共享和价值的再生创造 最关键的是在于提升数量 而且提升维度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在于 当你要形成 我们早上讲到打分 对任何一个人打分 但是每一个银行或者金融机构 它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时候很多时候 你需要完成一个定制化的分 那么这一个定制化就需要一定的数据交换 怎么样用一个更多的数据交换 而且是在脱敏的情况下 在监管的情况下 客户授权情况下 完成更好的帮助银行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用科技 去帮助银行赋能的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催收 一个广泛的智能的催收平台 传统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的催收 催收都是很多通过电话中心 或者是人力来的 这一个是有效性不高 第二个在中间做决策的时候 始终只是基于自己的信息来源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准的 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三个手机号 你其实只知道他的一个 你就没法追到他 那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个整合的 跨平台的数据平台 有效的整合这一些信息 那么在这两 我们可以有效的帮助银行 去提高它的催收的效率 这是另一个例子 怎么样利用数据 以及下面的大的计算平台 从而能够提高银行的这个业绩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全方位的跟银行合作 保险公司合作 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 关键的不是在于我们只是输出数据 因为我们原来注意到很多跟客户合作的时候 只给数据其实也不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希望的是能够跟大家推动 而真的去用这些解决方案 解决到银行的货客的问题 现有客户价值挖掘的问题 互联网账户安全管理的问题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用Tech 去帮助你实现Fin 这就是我们对一个整体的一些分享吧 我们在这中间当然也有很多 就我们也踩过很多坑 用大家话来说就是 我们也看到市场上其实有很多乱象 我们也很欢迎今天早上讲到的监管 其实这一些一定程度上帮助 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市场上 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也就是这样大家共同在一个生态圈里面 才能够实现整体的这么一个未来的长期发展 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Tech 怎么样去负能Fin的一些思路和考虑 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